挖掘新聞內幕 挖掘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儀 歡迎收看今天新聞 挖挖挖 好 來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那第一位是媒體人迪志維 鄭大哥好 觀眾大家好 以及運動好事協會的索菲亞 鄭大哥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另外是婚故業者Vivy 鄭大哥好 大家好 以及眼科醫師黃宥嘉 黃醫師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另外是律師法老王 鄭大哥好 大家好 歡迎五位 我們今天主題是結婚的事情 那你結婚的事情講近情 我先請教黃醫師 我很少看到女性 有這樣的穿著 而且你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樣 戴這個手套是因為太陽嗎 完全是為了挖挖挖 因為我們今天 今天的主題是要講一個 這個夢幻童話破滅的故事 跟這個有關 這個都破啦 而且他今天穿白雪公主圈 對啊 白雪公主 應該要站起來 到底拿的是紅蘋果 還是毒蘋果 很難看出來 You are cold too 你也很冷 是嗎 好 那麼這個 因為有些新娘子會要求這個婚禮 能夠辦得非常的夢幻 那理想中有一個白雪公主的故事 那麼婚紗很飄逸 那而且環境非常的優雅 留下一個非常美好的回憶 可是有時候 現實上不是這樣 現實上有時候 因為抑鬱的關係 或者是長輩的關係 可能會辦什麼 叫人來辦賭 台灣嘉義人 租斗祭 租斗祭 那我記得我小時候到長大看家的婚禮 沒有人在餐廳的 嘉義沒有人在餐廳的 都是鍋 鍋就帶那個盆子 然後就擺下 有的二十度 有的三十度 但是你會感受到非常強烈的 那種喜事的氣氛 對 沒錯 對 有人找一個地方 土地西湖 因為西湖幾個 因為那個還要幾十座 然後開始器具擺下 再來就要灰就要點下去 因為他們會自己帶大桶的瓦斯 這樣子 然後就開始有人 歐巴桑 開始到台階 刷毛 洗蚊 或是就感受到說 大家好忙碌 然後那種食物的氣味 會讓你感受到有一件喜事 沒錯 對我們來講 對我們來講 就很期待 那可是老實講 那樣的婚禮場地 如果是很夢幻的新娘 是不會喜歡的 因為我以前參加過 那種婚禮是什麼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夏天再辦婚禮 對 七月份 然後會帶那個瓶子 那是熱血 我跟你講那個湯不是 湯呢 滿出來是因為汗水 大家大了冬 洗了冬 一直擦汗這樣 對 其實有他不舒服的一面 好 那所以我們今天呢 要來談這個裡面的一個衝突 因為有一在臺北準新娘 他日前在社團發文抱怨 就是抱怨這個事情 那我可不可以請這個黃醫師 跟大家說明一下 對 我們今天要為大家隆重地介紹 這個兩個女人爆炸的故事 一個呢是這個我們姑且稱之為 獨孤天下 獨孤就是那個獨孤 然後另外一個是句句心經的臺北女生 從小據說呢 是到這個國外留學 然後大學畢業才回來 那為什麼說是句句心經呢 因為他以為他是步步心經裡面的若曦 事實上是因為他遇到了一個假四爺 所以他變成句句心經 其實說穿了會有這樣子的一個 大爆炸的事件 就是兩個女人爆炸了 然後在整件事情中 我們聽不到男人的聲音 這是一個前情的摘要 主要是這樣子有一對這個 有一個女生 他其實就叫凱莉 那凱莉要跟他的這個男朋友 認識三年 他們是在臺北工作認識 三年了論及婚嫁 這個男朋友叫詹姆斯 然後就討論 可是因為凱莉他是臺北人 詹姆斯是高雄人 所以當時候在這個討論婚事的時候 這個女方的媽媽爸爸 跟這個南方的爸爸媽媽 都坐下一起談的時候 南方的爸爸就說 因為他其實是這個服務鄉里十幾年 是德高望重的里長 所以希望也藉此機會 搬鬥 大概目標想要辦個四十到四十五桌 一桌是九千塊左右 然後這樣子讓李明來同樂 這可能是他常年的夢想 如果我做里長 我當然會把這個夢想放在心裡 那終於有實現的機會了 所以這個提出來 那當下這個女生的爸媽媽是沒有說 就說一切都你們做主 那只是後來就說這個女生其實是說 他就開始發文 那就是說我覺得這個是不是可以 就是說如果九千塊一桌不到一萬塊 可以吃嗎 是鄉下人都這樣嗎 喜歡辦流水席嗎 然後我是不是可以在旱來 辦一桌兩萬塊的 因為我自己也有四五桌親友 要從臺北下來 那這樣子流水席能看嗎 所以他其實一開始 還沒有那麼具具心驚 但是他其實就這整篇看起來 第一集 因為這個系列 有六部曲 其實是有九集 其中第六集 還因為就是說被影射了 然後馬上刪文 這九集裡面 還有兩集翻外篇 所以爆料了 所以第一集是這樣 第一集大家聽到 都只是說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你要去說這個南北 要去說鄉下人 是不是鄉下人就一定辦流水行 可是就是因為他使用了鄉下人 這三個字 其實就引起了 就是大家心裡的不愉快 所以我們說 如果是二十六歲女生 你去國外受了這麼高的教育 你看得步步心驚 你以為你想幻想遇到四眼 那你怎麼沒有學裡面的若曦講話呢 人家對乾隆皇 對康熙 是怎麼講話的 都沒有學起來 所以就引發後面的 就第一集就是大家就開始罵他 然後他說 類似大概就是覺得說 他好像怎麼會看不起人 到底是多高尚還是怎麼樣 然後他第二集就開始出來解釋說 其實他沒有要就是對他未來婆家 公婆不盡的意思 他也沒有要戰南北 他純粹就是寫出了他所有的OS 他的OS就是說 怎麼會有人辦喜宴是要吃到飽的 那吃到飽的話 不如去享食天堂啦 還是去什麼什麼餐廳 就有些是吃到飽 乾脆去餐廳吃到飽 那如果要打包的話 他說他其實他自己的家人 跟他自己是從來不吃打包的食物 因為覺得這樣子 流水席再打包是不是衛生堪率 所以他沒有一句話是重聽的 那他 刺傷我們的心 他所有的OS 其實我認為是中肯的 但是沒有一句是重聽的 那所以就接下來就是網友 就是各自來戰 戰了之後 就是戰得有點過火 為什麼 因為這個疑似小姑冒出來 就是我們說的獨孤首相 有一個小姑呢 他的哥哥也剛好要結婚 那他看了這個這個爆料公社之類的 這個文章 心裡想說 蛤 里長輩 然後要辦流水席 要辦四五十桌 然後這個嫂子 未來嫂子 臺北人 那這不是我家裡那個嫂子嗎 所以他就截圖 然後就問他哥傳訊息說 這不就是你要娶的那個女朋友嗎 然後他哥哥就說 這可能是巧合吧 然後這個時候呢 其實我覺得這個小姑 非常的積極 為什麼說是獨孤天下 他好像是那個軍師 運籌帷幄 就把這個哥哥拉進來群組 把這個嫂子 就是把詹姆斯跟凱莉 通通拉進來這個群組開始問 開始問說是不是就是你 你去爆料 然後就開始訓斥 他說我爸爸 給你們這個出房子 九百萬的頭期款的錢 然後說辦流水席 他沒有要收紅包 紅包你們收 怎麼會還說是把我們說成是 鄉下人 或者是說我們是 好像說的是窮人這樣子的說法 那怎麼會這樣子不尊重呢 然後哥哥 詹姆斯就還假說 可能是巧合 這時候妹妹就 獨孤天下就 扒了這個哥哥一句 他說你不要護著嫂嫂 類似這樣子的話 然後這個嫂嫂呢 他也不是就是說吃素的 人家是吃美國這個 汉堡的 吃美國漢堡的 不是吃素的 然後就說 那你今天是怎麼樣 你有什麼立場 你為什麼 你們家是不是要給我下馬威 你這樣子 你們家太噁心囉 我就開始講出一堆話 就是彼此是更不合 那事實上這個獨孤天下 是跟他的哥哥一開始是 斬釘截鐵的說 我跟你說 這個就是你將來要娶的女生 我是為了哥哥你好 我也不希望看到你將來 在婚姻裡面不快樂 不然理論上我做妹妹的 應該看到哥哥會結婚會快樂 但是誰 身為一個家人 怎麼可以看到爸爸出的那六百萬 拿去給哥哥買這個 頭期款的房子之後 那個房子是要登記在嫂嫂的名下呢 事實上是 據說是共同的 那這個時候這個未來嫂嫂 就是我們的這個凱莉就是說 你爸爸說出六百塊 六百萬的頭期款 哥哥 就是未來的老公說要出三百萬 我也說出了五十萬 而且如果這個未來的這個 大家一起生活的房子 是在臺北 那臺北的話就是 登記如果我有一份的話 是不是對於結婚的女生 也是有比較安全的保障感覺呢 其實我給大家整理的重點是這樣 重點是有一個小姑非常的積極 然後他好像這個TOPGON捍衛戰士一樣 要捍衛著他哥 捍衛著他家 然後呢其實重點就是 他認為這六百萬 如果是當頭期款的話 憑什麼要也可以登記在這個 有嫂嫂的名字在上面 他是不允許 是 然後呢嫂嫂也會說 這個其實要登記 你哥哥願意這樣寵我啊 那登記我的名字 這到底關你這個小姑什麼事情 然後就覺得說 這一家人怎麼可以這麼噁心 然後所以就槓開了 是 然後這個後來就是說 更妙的是 因為後來我覺得網友很不理智 大家開始會覺得說 這個臺北的這個巨巨星金女士 巨巨星金女士 凱莉啊 對 凱莉 你好像 怎麼好像瞧不起南部人 是不是瞧不起流水席 然後我們講的話你都不聽 然後開始對他衍生出 有很多的仇恨感放在他身上 就開始去肉搜 結果還真的肉搜出 一個這個插大 某大的這個 就是好像是某一個名字的女生 說什麼三十八歲 然後大家就說他就是敢說 我就是要嫁有錢人 然後就說其實肉搜起來 好像這個女主角來抱怨的 就是這個 三十八歲 這位 就是這位好像是 而且你看他還 他除了敢公開的嫌南部人 還嫌流水席卓 他還敢公開的說 我要嫁有錢人 我就是要嫁有錢人 結果後來這個小姑也看到 因為他一直在這個 爆料公社裡面繳禍 這像姑很厲害 繳禍之後他就說 哥 那個嫂子是幾歲 那後來才知道說 這個嫂 未來嫂子才二十六 那不是 不是 不是 所以從頭到尾一開始說 如果不是他 你是不是他 我就決定是他 如果不是我今天頭就給你砍下來 給你坐椅子 到後來說這個婚事是不是被攪黃了 哥哥說攪黃了 然後他說 哥 不好意思 這樣子 大概就是這樣子的一個 獨孤天下 VS 聚聚心精女士 這個非常謝謝黃醫師 這位說書人 把前情提要講得這麼清楚 被說書界誤了一生的醫生 那其實本來是很單純的就是說 到底是要去辦點班 或是要去辦這個辦都這樣子 想不到演變成南北戰爭 對 是是是 是一個很強烈的衝突這樣 比方說你是不是要孝敬公婆 你是不是瞧不起鄉下 瞧不起南部這樣 好 所以其實他有很多面向值得討論 等一下我們繼續來這個討論 先休息進廣告 好 那我們從最基 最基本談起好了 我先請教 因為志偉是高雄來的 高雄人真是愛吃辦桌 真是愛吃辦桌 不過這這幾年有一些改變 因為高雄後來也多了蠻多飯店 那這個步步驚心女士 聚聚精心女士 凱莉他說為什麼不能在漢萊辦 其實坦白講漢萊在高雄 也算是一個蠻久的飯店 所以就是說如果乙在高雄辦在漢萊算還蠻不錯的 但是因為你想想看 他爸爸是里長 所以里長一定是跟街訪鄰居很熟 當然是辦流水席比較方便 人家走出來就可以吃飯了 以前在我們南部辦流水席 基本上是這樣 整條巷子對不對 假設我辦四十桌 因為這個巷子算一算就是四十戶 那就是四十桌 你有營利就出來吃 看你一桌 你來幾個就包幾包 那時候就算盤 我結婚那時候就是我在臺北辦 我媽說臺北你自己處理你的 我高雄一定要辦 你一定要回來 因為我們隔壁幾乎 對面幾乎 人家娶媳婦 嫁女兒 我們都不能吃到 所以我們也要辦請人 我就跟我媽說好 那當然我老婆臺北人 他就比較沒有去吃過流水席的席宴 因為北部人可能更早 三十幾年前有 可是可能十幾二十年前都是吃飯店 要不然就婚宴會館 不然再爛一點就是海產店 比較少會在路邊搭棚子 所以我跟我太太講的時候 我太太就說 但是他是抱著期待的心情 因為他不知道會怎樣 那當時我們 我們是請二十五桌 在我們家巷子 我媽就是一整條巷子 前面一臺電子花車 那一定會有個主持人來講 那個好聽的四句連 什麼 吃 吃飲料給你生好心 反正講一堆四句連 大家聽得很開心 你就看到那個鄰居他們 我們那時候 我記得我媽是一桌六千塊 其實已經吃得很好 十二道菜 冷盤 雞 要等幾年前 十九年前 十九年前 六千年前 六千年前 比較頒佈的 很好 六千很好 我們是高雄 高雄 高雄區 對 高雄區 不會算太鄉下 然後但是呢 他有差別 那時候這個板著的 我媽媽說要戳房間嗎 我媽媽說戳房間跟沒有戳房間 差不多 兩千 戳房間桌金 然後而且上面有轉盤的那一種 會多兩千 但是你的碗盤那些還會這個桌巾 那個Napkin就是擦嘴的 他會幫你摺成花這樣子 比較費力嘛 所以要多兩千 我媽說如果沒有 沒有就沒有轉桌 那個也沒有桌巾 我們就鋪紅色的塑膠袋 那就是用眉洗碗 我媽媽說這樣 紅白白的 那碗也紅的 湯匙也紅的 對 都紅的 那個塑膠袋 塑膠袋也紅的 對 紅白白的 鞋子是板凳 鞋子也紅的 原板凳這樣子 對 然後每一道菜的盤子 都是紅的 不過這個VIVI看多了 就是說其實新娘子 會很希望一個 是不是一個很特別的婚禮 對 就是新娘很多 我想現在很多女生 就算她還沒有到結婚的年紀 她都已經開始在收集這些婚禮的資訊 所以她們的想法 她們一定會先從飯店開始找 我覺得那種觀念 都好像從小四五歲 就給她穿澎澎裙 然後就當她一直在穿圈裙 我就想說 對 她們就算連是自己當花童 她都已經開始在幻想說 自己當新娘的時候 她一定要是怎麼樣的怎麼辦 對 沒錯 所以她們其實很多新娘 她一開始的時候 她就是會先鎖定場地 因為場地她其實對我們來說 她是稀有的 因為她一個檔期就是一天一個檔期 對 所以有些新娘就是 她沒有在那個場地辦婚宴 很像就是她畢生的遺憾 所以她們很多對場地的幻想 是非常大的 那再來的話 她要很夢幻 對 她場地一定要夢幻高級 然後再來的話呢 就是當然就是她的婚紗 等等這些其他周邊廠商 那反而菜色對新娘來說 其實是排在比較後面的順位 因為老實話當天自己也沒有時間去用餐 然後在很多新娘 其實新娘跟新娘之間 常常都會有個比較心態 對 就是人家有 那為什麼我 她在什麼飯店 我在什麼飯店 對 比方因為他們很多人 都是結婚的時期會差不多 可能她的同學是在某個飯店 可是她自己是在 她在東方文華 我在 這個不要講錯 她就會有這樣的落差 而且他們有可能會有共同的朋友 那她就會覺得自己為什麼 自己的婚禮的規模 怎麼會落差這麼大 對 所以他們一開始在場地的部分 我覺得是很多新娘是沒有辦法妥協 然後再來一個部分 就是我們其實講 除了說場地的這個設備外 講實在的 你不覺得兩邊的服務也會差很多 像我們常去做主持那種流水席的時候 我們自己工作人 我們都會很擔心 因為你也主持過那種 有 有 雖然很少 但是有主持過幾場 對 你要什麼就是沒有什麼 對 因為她一定 她沒有服務 原則她就是菜 然後跟端菜的阿姨 其他東西她是完全沒有負責 所以你進場的時候 誰要幫你順那個裙板 有 我的阿嬤 75歲的時候 他都輔助去幫他拼拼 所以他回去都湊到手 都順胸 所以服務生是75歲 你怎麼逃過的 又爆發給人 對 怕很熱 所以那些阿姨他們端菜的這個技術 我相信非常厲害 可是他對新娘來說 他就是他自己當天 他不可能提著白衫 那邊走來走去去處理任何事情 所以他會很需要一個幫手 但是你在流水席的狀態是沒有的 那再來就是流水席 會有天氣的問題 你夏天很熱 冬天很冷 然後下雨 剛好碰到下雨的 然後還會有蚊子 蒼蠅 如果你是一個新娘 其實我們自己可以去想像 如果你是對婚禮 比較期待的人 你看到這樣的場面 你一定會很失望 覺得說 新娘有偷偷跟新郎咬耳朵 跟他說我的腳蚊子在咬 我很想趕快抓一下 因為我覺得像這種狀態的話 你對一個新娘來說 因為他們 我覺得這個比較特別是 他們兩個是合情 一場而已 所以他等於是把他所有的夢想 就是在這一場 他沒有辦法分開 因為像我自己的婚禮室 我是訂婚就是在 我訂婚 就是在我們雲林鄉下 我爸的確就是流水席 可是那一天我就是很開心 就是我終於可以在婚禮 從頭吃到尾 就是我從 不用換那個 中間只有換一次 可是因為我們換那一次 只有換衣服 也沒有換造型 就是我去洗澡馬上 就直接自己再換一下 然後自己再換一下飾品 然後就出來就去敬酒 然後就從頭吃到尾 然後我就印象很深 就是我老公在旁邊吃一邊說 你們這邊的菜也太好吃了 因為他在台北早上 他沒有吃過什麼流水席 他就一直說也太好吃 哇 這每一到處他都一直驚呼說 哇 怎麼會長這樣子 哇 都沒有看過這樣 因為因為那個真的 他有花錢在買食材 對 他台北在飯店 說實在 吃氣溫的啦 吃氣溫的都叫飯店賺年 對 沒錯 所以那一場我真的就是放空 我就跟我爸說 隨便你想要怎麼樣都可以 反正我當然就付著吃就好 然後我爸也覺得說OK 反正他就覺得訂婚事情 女兒不要講 不要插手那麼多這樣子 那但是結婚那一場 我是在臺北辦 我就會有很有自己的想法 就包含場地 然後佈置所有的東西 結婚是男生出錢 結婚的話 雲林是歸寧 算你們女生出錢 對 結婚的部分 訂婚是我爸出錢 然後結婚的話 是我跟我老公一起出錢 因為他們親戚的部分 都是到 因為我們兩個 其實他老家是在雲林 所以訂婚那一場 雖然美其明是我們家的 就是訂婚業 但是其實他們 要啦 那個大舅什麼的也要去 對 他的長輩 對 也是都有過去我們那邊吃 所以我們北部 其實親戚沒有很多 大部分都是同學 朋友同事這樣子 然後是我們兩個一起出錢 所以我就會變成是說 我覺得你要有底氣說話 就是你要自己付錢 當你自己付錢的時候 長輩什麼意見 你就可以這邊左耳機 右耳出 因為反正付錢的是你 是是是 所以然後又這樣 我那時候自己還在那個 還在那一個婚宴會館上班 所以我就有比較好的條件去談到比較 跟主管談到比較好的菜色等等的部分 所以我婆婆本來 他也是有想要請在他們家附近的一間餐廳 就被我跟我老公一直說服 因為就要跟他講說 你知道在我們那邊辦 錢可以省很多 然後菜色又比較好 然後又是自己的公司 你又要什麼資源都可以這樣子 對 所以就可以 你那邊訂婚在戶外嗎 你說訂婚在雲林的 對對對 戶外的 我辦七千五 七千五就很好吃 你看看 七千五就已經很多 然後我今天還有帶一個 台北市 你如果五星級飯店 兩萬幾吃不到 吃不到 對 我今天有帶一個 兩萬幾 自己要炸饅頭 我會嫁嗎 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們雲林的菜色 雖然這個是兩年前 我表姐的婚禮 然後他也是流水溪 然後這是那時候 我真的是很辛苦 因為太喜歡吃 我一邊主持一邊去拍菜色 烏骨雞 龍蝦 對 上湯就是老母雞熬的 龍蝦也很貴 對 海大蝦 對 鳴蝦很大一隻的 對 這你不知道是什麼 雞粉 雞粉 真貴 雞肥非常珍貴 只有兩顆雞雞 我很喜歡吃 雞粉 對 養生火鍋 還有什麼 鮮烤鰻 鰻 這個最受歡迎 對 鰻魚 烤麻糬 很高級的 對 米糕 對不對 還有油肉 紅燒的 那個真的是入口即化 就是 鮑魚 也有甜點 提拉米蘇 怎樣 你引領的有提拉米蘇 我們原理也是有提拉米蘇的 我們也是有時尚的甜點 我也有玉米但古早味的 古早味玉米就是有讓我吃驚 吃驚 因為從來沒吃過 你還要看裡面的菜色 對不對 可以讓大家簡單看一下 你看這個蝦 這麼大一隻 對 超大一隻 就拿起來可以這麼大一隻的名鄉 然後那時候我菜色其實都有 大概拍一下 就可以讓大家 這結尾就要打了對不對 對 再來 烏魚 烏魚 然後烏魚子 然後烏魚子你看它是做兩個 它可以做一個是沙拉 然後一個是單純的 就是這樣子 它不是說只有我們殘腸 在北部看的烏魚子 就是一片而已 沒有 它其實是分兩種吃法 嗨嗨嗨 對 然後 然後 在這裡 對 就是這個活 你看它其實是很大一顆 活的 然後它就是現場這樣把它煮熟 非常大一顆 大概這麼大吧 那時候 會動嗎 吃的時候 還會動是不是 會動 它就是會動 它端上的時候一直在動的 這個很新鮮 對 就是非常 它就是強調它都是活的 而且真的 因為它有比 你看 這是青花椰菜 綠色的花椰菜 跟它比 這個看得出來是大顆的 對不對 對 你們分辨喔 所以 然後 對 龍蝦就是基本的 然後因為以前龍蝦都是一大排 它現在它變成有點像一人一份的 對 所以其實就是吃起來會有 蠻有尊榮感的 不是說 尊榮感 版豆 就會沒有尊榮感 版豆也是可以有尊榮感 也是可以有一人一份的 來幫你分菜 對 好 我們現在進得開始做美食節目 我們先休息 其實我建議是北部人吃電工 有這種就是說一定要放點半婚禮 也不差 但是不要這個小看在這個戶外半週 沒錯 氣氛真的不一樣 來 這個 剛剛Vivy給大家看這個 那是誰的菜色 我表姐 表姐的菜色 你想不想看看黃醫師的 我很期待黃醫師 黃醫師當時有留下一些什麼記錄嗎 其實對飯店我沒有什麼意見 那我妹妹的話是怎樣 就比我更就是說 超乎大家想像 她不想要辦婚宴 也不想要拍婚紗 那她覺得說她是很算計的人 她說這些錢省下來 我去歐洲面月旅行 買包包多好 我什麼要花錢請大家來 然後搞得就是不方便 每個人把這個優先次序看得不一樣 不一樣 主要是因為 她也嫁香港人 然後就是麻煩 可是那時候她的老公就堅持說 一定要辦婚宴 那所以就是說 那於是我妹就又配合 對 那後來她這個 那那一次我就去參加我妹的婚宴 變成是說 我跟這個我們的這個親友 事實上就是飛到香港去婚宴 那我妹跟她老公就是招待 我們這個機票前 然後還有這個一夜的飯店住宿 那我妹是非常好 雖然我她請的是半島酒店 然後我就想說太好了 該不會我要住在半島酒店了 然後吃半島酒店的喜宴的時候 我妹就說我跟你說 那個半島酒店 住一晚很貴 你們就住在跟半島酒店 其實等級沒有差很多 也非常好的半島酒店旁邊的喜來燈 那當然也非常OK 其實就是在這個婚宴當中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是重點是 我妹她作為新娘 她其實雖然不是她出錢 這個喜宴整個都是我妹的老公出錢的 那你看機票還有那些都是她出錢 可是不代表說我妹是不能夠有意見的 然後結婚 所以那場喜宴就是我吃過 我覺得人生中最好吃的喜宴 就是在半島酒店 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菜式 香港的半島 香港的半島酒店 但是她一桌就非常貴了 她那時候十年前 十幾年前 一桌加完服務費 就超過一萬五港幣 然後呢 她有什麼菜 來跟大家報告一下 所以大概當時是匯率要上四 是 那就是要六萬一桌 好 跟大家報告一下 就是說她有什麼菜式 銀溪片皮乳豬 哈囉 她的這個飯店的這個開菜秀 我覺得那時候好興奮 就一頭乳豬這樣抬出來 太興奮 不是一隻活的出來 然後現場 現場把他殺了 那我也沒見過這個場面 所以我覺得不管是流水鞋 還是飯店都會有你意想不到的事情 其實頂好的 然後他就會 好像還有表演這樣 他現場就跟你 當你切片 就跟你片皮這個乳豬 然後再看有什麼其他的菜色 比如說有什麼鳳凰 金菇 菊蓋蟹 那他的菜色是這樣 烤乳豬 這個滋味我現在都不能忘記 但是不會再去香港 對 然後就是他的這個菜色 你夾起來是這樣子 那我的意思是說他好吃到 因為我們是作為新娘的這個姐姐 說要一起去幫忙禁酒 我都不想要離席 我覺得沒有吃到也太虧了 那這個價錢是包什麼樣的服務 事實上就是這個 他們會有一個讓你切蛋糕 在這個喜宴開始之前晚上 會先切蛋糕 但蛋糕會分食 我一個人就在這個開餐前 就先吃了三塊蛋糕 然後因為賓客很多來 大家很無聊 他香港的習俗是會有一個麻將間 大家一起來打麻將 那所以我們雖然不會打麻將 也去做做看 這輩子我第一次碰到麻將這樣子 那就是消磨了那個時間 那是你媽媽嗎 沒有這是我朋友 就是我妹的朋友 那他其實飯店是這樣子 我說你想要在飯店時 就圖一個輕鬆 然後一個便利 你晚上在那邊 喜宴的時候 通常飯店會送你 住一個新人晚上的套房 然後隔天再送早餐 他就是有送早餐 那所以CP值就是要看你怎麼樣去算 那這個就是我自己是覺得說 參加這個喜宴 我也是感恩到現在 不過半島是真的是很高級的飯店 你光是人家說你燕客在哪裡 半島 其他人就不敢講話 沒有 所以我覺得其實可以理解到 這個女生 我覺得大家要想為什麼要堅持 為什麼要堅持這個飯店的酒席 事實上很多人 我們大家心照不宣的是 女生告訴別人 這個吸鐵踏出去 我在哪裡燕客 等於是我嫁的老公的等級 這個是大家心照不宣的 那也許你不能拿到這個 但是我們就是不能講到錢 不能講到階級 可是女生他的堅持 他是其實是這樣 所以他有他有提到說 那我的朋友會怎麼看 會怎麼想 只是說他這個女生 他很不會說話 其實他所想的 我們真的普遍去問一下 大部分的女生如果可以選擇 同樣流水席跟飯店 女生還是會想要輕鬆一點選飯店 但是我自己覺得最看不過去的 就是說好像是 就是說後來輿論出現說 女生你又沒有出錢 你怎麼可以決定 那我就覺得說 如果我們在一開始 在結婚的當下 討論事情的時候 就以一個人有出多少錢 才有大聲的話 那你這個叫在社會走動 不是在建立家庭 如果一旦建立到家庭裡面 到底有多少事情是可以去討論說 出多少錢 所以做什麼決定呢 也許這個凱莉 如果他委婉一點 就不至於 他只會這個大家協商說 到底是飯桌還是吃飯 不會引起什麼南北戰爭 對公婆的不敬 你比較高興 飯店本來就吃不完 類似這樣 不過我想請教一下法老王就是說 因為這個公公有出六百萬 然後這個先生有出三百萬 那他出五十萬 那後來好像按照黃醫師說 他們房子其實是共同持有 對 假如因為這樣的半婚式 然後後來大家其實婚姻走不下去 南方還可以拿回來錢嗎 六百萬跟三百萬的部分 對 因為我看起來他們好像房子 還沒買 可能如果是婚後買的話 那就是共同持有了 共同持有就拿不回來 共同持有拿不回來 只是說因為其中一部分六百萬 是爸爸出的 那這個部分 在如果真的離婚的時候 在計算就是剩餘財產的時候 這六百萬是可以扣掉的 就不用拿進來分 那三百萬的部分 因為他可能是拿婚後的錢去繳貸款 那這個就是婚後的錢 那就還是要照分 是這個樣子 不過剛剛我是覺得 這個黃醫師提到說這個 婚宴辦的這個等級 好像決定你的男友先生的等級 我就想到說 不知道我老婆他心裡面 把我放在哪個等級 不知道有沒有讓他失望 這樣讓黃醫師上一講 然後有點步步驚心 現在我才會驚心 不過黃醫師這個 這個觀念尊重 不過我覺得他們辦在雲林 我們辦在嘉義的流水溪 也都還OK 對啊 就重點就是 我們並沒有說人家不好 可是被說到的人 會先講出一百個理由 認為人家在說我不好 是 比如說今天 如果你們大家說我是鄉下人 我根本不會怎麼樣 我就比你們好 不這樣就好了嗎 為什麼人家說到鄉下人 就要覺得說很受到刺激 那是因為你自己 就先貶低了自己 可是我是不這樣看鄉下人的 比如說你說我是都市人 我會不會不好意思 有時候也不好意思 因為我住的房子比你小 其實我覺得鄉下人也不錯 如果你說我鄉下人 我覺得我很高興 對啊 對啊 就有一種比較純樸的感覺 這也不錯 不好意思 不然等一下我們再繼續請你補充 來 先休息 請問到 好 來 華老王剛剛補充 是 對 因為剛剛講到這個房子 其實有很多當事人會來問這個房子的事 就是結婚前後登記的問題 那一般來說 如果像這個案子裡面 如果是南方跑來問我 我就跟他講說 那你婚前就趕快買 因為你婚前買的話 是誰 反正就登記是誰的 就是誰的嘛 那你婚後買的話 你變成婚後財產 那你可能就要拿出來分 那你說要登記在誰的名下 我個人是覺得說 是誰出錢就登記在誰的名下 有時候是比較容易 這個女生出一點點而已 出一點點 對啊 出一點點 這個其實就很尷尬 可是這個在目前社會上 很常看到 就是因為兩邊的 經濟能力不太一樣 那有時候我女方 這個裡面是女方收入 可能收入比較少 也有可能女方收入比較高 女方都多出一點 也是有可能這樣子 那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我是建議說 可能你們事先就講好說 那房子如果要登記 共同持有 那你們後續 你們房貸要怎麼付 如果說 你們兩個收入 真的是天差地緣 比如說郭台銘跟他老婆 那你當然不可能說 我每人一半嘛 有時候依照比例去分擔 只是說 因為說真的 收入比較少的 他可能在家裡面分擔工作 或許也比較多 這就是婚姻生活嘛 對 那有時候 你依照你的收入 不要說你覺得你出得多 你就覺得我應該要講話 比較大聲 或是房子 我要拿全部 這也是不公平的 那所以如果說 你真的要維護自己的利益 你就在婚前買 婚前是誰的 就是誰的都沒有問題 如果你要在婚後買 你們就要思考清楚 到底要盯在誰的名下 可是因為還會牽涉到一個問題 是你貸款的時候 因為如果你用共同持有 你兩個人的那個手勢購物貸款 那個就是比較低的利率 兩個都會用掉 所以常常就變成 你要定義在其中一個人名下 如果你要定義在其中一個人名下 你們最好就是白紙黑字 寫清楚說 這個房子就是你們共同持有的 就是說因為什麼原因 所以我定義在他的名下 這樣有效嗎 至少之後 你可以跟你的另外一半 拿這張出來主張說 我們其實是一人一半的 至少可以這個樣子 法律上承認嗎 法律上 現在在法律裡面 其實還是會 還是房子的所有權是確定的 就是說誰登記是誰的 就是誰的 但是譬如說 那個我跟我老婆 我登記在他的名下 那我們試一下寫這一張 那法律上認定是他的 可是因為我寫這一張 我就可以要求說 好那現在你要有一半給我 我就改成登記成共同持有 這個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可是有遇過一種狀況 像那個凱莉他們也有講 他的小顧有講說 因為房貸以後也是哥哥繳 那我有個朋友 就是跟他太太後來打離婚官司 那他就是舉證 就是因為他房子 沒有登記在誰 就是他買的房子 但是是婚後的時候買 所以這個太太就主張說 你應該要給我一半 但是先生就說 這個太太他對家庭 完全沒有經濟的貢獻 他都因為他們會離婚 是因為這個老婆太會貨了 買包買什麼 欠一堆債 他實在不想要再跟他下去了 所以他也舉證了 就是說你看每個月的房貸 都是我繳 這房子從頭到尾都是我買的 所以我覺得他要跟我要 這一半是不合理的 所以後來法官有判 是這個女方是不能來請求 這個房子的一半權利 對 這個是對於家庭的貢獻 是 是 是 這個是也是最近這幾年的修法 是如果你對家庭的貢獻度 是比較低的 你是可以主張說 那你對於財產的 婚後財產的增加 沒有貢獻 所以你可以拿的會比較少 甚至不可以來跟我要 而且那個匯款單據 一定要留 要怎麼說貢獻度 太太就在家 你總是顧兩個 小孩顧到要痛苦時 你外面最大的都比較輕鬆的 你有賺錢回來 但那貌的味道也很痛 通常貢獻度是比較大 通常那種會有 就是比較極端的例子 才會被拿出來 就譬如說像我剛剛講的 那種很揮霍的 或者是說就是他那種 在家裡面什麼事情都不做 什麼上網咖打電動 玩手遊課金 課到一個月幾十萬的那種 那通常是這種才被拿出來講 不然一般情形 像黃醫師這種 在家裡面打掃的 顧小孩的 這種都會被算進去 就說你對這個家庭是很有貢獻的 所以如果是外面這樣包包買 買衣服 幾十萬 我們就要把他拿上去拿起來 如果他自己有 這樣怎麼有證據 不然要證明他揮霍 如果說他自己有能力買這些包 當然我們不能講什麼 只是說譬如說 他沒有賺錢 都老公賺錢 錢交給他 他這樣花 那就要看 譬如說老公 如果是譬如說是足科工程師 收入比較高的那種 那我一個月買個一兩個包 可能就覺得還好啦 如果說他是屬於那種 什麼工廠作業員 可能收入稍微低一點的 然後我一個月也要買一個 兩三萬塊的包 那個就是比較像是揮霍 比較像黃醫師這種 你看連手機那個壞 螢幕破掉 都捨不得換 這種省吃鹼用的 那這種 感謝 都把錢划在衣服上 他連這個都破了 捨不得換了 OK 好 那另外是有一件 最近大家關心的 就是小甜甜的家暴事件 因為小甜甜的臉書 有寫出整個過程 那因為其實這 這個社會對家暴玲瓏忍 是很有感覺的 對 那我想請教 志偉 情形是怎麼樣 這件事情 其實每天幾乎都有新的進展 那現在最新的發展 就是說他的老公 因為還沒有 連續劇 跟他超過八點檔 對對對 而且他有太多的案外案 然後這個配角一個一個都變成主角了 那這件事情 其實應該講說 從最早一開始 是小甜甜跟教會槓上 就是宋 宋一鳴的教會 槓上之後 因為宋一鳴說 他是生活不檢典 那會被人家以為說 這個是生活不檢典 是他是不是一個已婚的婦人 然後跟外面的男生怎麼樣 後來小甜甜實在 不想講這個事情 但是被逼的 我必須要講 因為教會說 我是生活不檢典 我就來告訴你們 什麼叫做是生活不檢典 因為我被家暴了 所以小甜甜他就五千字 洋洋灑灑寫了巨細迷遺 他怎麼樣被老公冷暴力 言語暴力 怎麼樣被家暴 然後教會的人是怎麼逼迫他說 你應該要原諒他 他也不過家暴你一次嘛 甜甜點寫了很多 那他最提出的證明是說 他有去驗傷 後來就驗傷有肢體暴力 對 因為他說老公 他叫老公去做家事 但是老公怎麼叫都叫不動 結果不但不去做家事 反而是跨在他身上揍他 打他的手 打他的肚子 這個畫面我很難想像 所以甜甜他是說 我一隻手要保護我自己 另外一隻手要去保護 我們的女台目 就是他的女兒 因為女兒睡在床上 這個讓大家好有畫面 怎麼這個男生 可以這麼壞這樣子 然後也講到就是說 他對家裡不適生產 都沒有賺錢 那反而延伸出人家 就覺得這個信 這個宋先生是吃軟飯這樣 所以這件事傳出來之後 除了教會 要出來開記者會 那那個這個 那個牧師娘陳惟霖也是哭嘛 那當然後來是被講說 什麼鱷魚的眼淚 點點點 這是案外案 但是變成說這個小甜甜 他的家暴就佔據了 所有新聞的媒體 那而且這男主角本來都沉默嘛 那後來他也打破沉默 就自己自己拍的影片 來述說說 他不是主動要去打小甜甜 他說家暴 他說打人就是不對 尤其一個老公 怎麼可以打老婆 他對這件事情是非常後悔 但是他是他是有原因的 他也他也曝光了三段影片 那這三段影片就是可以看到他 他曝光三段影片是誰拍的 這個影片小甜甜說是他拍的 小甜甜拍的 對 小甜甜說是他拍的 可是小甜甜他拍 主要是要錄下老公 沒有怎麼講 叫不動的這件事情 所以可能我叫他叫不動 我就用腳去 你趕快去洗衣服 你趕快去洗衣服這樣 所以影片是有聽到 小甜甜叫他去 那這個宋先生跟他說 我想問我想要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去 但是他就是叫他 你現在就要去 那他有跟他警告說 你不要再try了 你不要再try了 男生有警告 對 有警告他 小甜甜 對 那小甜甜 就是還是叫他去 趕快去這樣子 我覺得夫妻之間 或許有這樣的動作 那怎麼被解讀 是另外一回事 這個等一下也來請教佛老王 好 來 先休息進廣告 好 那麼這個是士林地方法院 對 民事通常保護令 那小甜甜顯然姓張 對 真可憐 因為相對人是他的老公宋進賢 這個報紙有寫 然後因為申請人驗傷診斷書 所載手掌紅腫 小腿擦傷等傷事 與申請人所述 相對人用腳踹我的大腿 然後用手揮拳的方式 打我的身體 大約打在胸膛上面 等情節不符 尚難認定相對人所為 已死申請人 申請人就是小甜甜 受有身體上的傷害 故本件家庭暴力情節 應非嚴重 且是因申請人為 先以腳踢方式 催促相對人 時導致本件衝突 事申請人 也就是小甜甜 見相對人動手以後 相對人的吟昂 也有還手揮拳 並於事後持續以腳踢相對人臀部 之同時質問相對人動手之事 主任申請人未因本件家庭暴力 而畏懼相對人 所以這個是 這是一個很奇妙的保護令 鄭大哥 很奇妙 因為我短短三十秒把他講完 因為他有附上這個保護 但不管怎麼樣 還是給他一個保護令 對 那所以這個 這個就跟宋先生他提供的影片是符合的 就意思是說你去驗傷說你被打了胸部 然後被打了手啊 什麼的 可是呢 就是法院來看的話 是覺得說算我也早上跟你講的不太一樣 然後而且從你提供的影片 因為那個影片是小甜甜拍的 所以小甜甜現在是要告他老公說 你妨礙秘密偷我的影片 但他說不是我偷的 是你的朋友給我的 那他有傳給朋友 對 他有傳給朋友 那所以說這個保護令還是有 就是還是 叫通常保護 通常保護令 對 所以等於這件事情到後來 大家就看了補薩薩 就是 那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叫做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民事通常保護令 所以保護令可能有分好幾種 再來是本保護令的有效期限是六個月 那主文是什麼呢 主文就相對人不得對於 申請人實施身體上之騷擾 就是叫他們老公 不可以對小甜甜施加身體上的騷擾 控制還有脅迫或其他不法親愛之行為 就是要保護小甜甜的 那我想請教一下這個法老王 保護令有分好幾種嗎 對 保護令 保護令其實有分三種 就是通常保護令 暫時保護令跟緊急保護令 那通常保護令就是我們剛剛看到這一分 就是一個很正式的 那你申請之後 法官也是比較正式的在審理這件事情 所以你要有什麼驗傷單 什麼證據之類的資料 通常這樣子法官比較容易合發給你 所以小甜甜有去驗傷 說要提出這個驗傷單 那有時候這個程序比較久 像他我們可以注意到他上面 從申請到事情發生到申請 然後合發下來 差不多過了兩個月左右 這麼久啊 這怎麼保護啊 對 所以就是因為時間有點久 所以就會有另外叫暫時保護令 就是說我先比較快速的去審核你的資料 我看大概有 我就先合發 速件 速件 就是速件 當然這種我們就比較沒有辦法要求說 要很謹慎 可能你大概你講一講到稍微有一點證據 我們就說那應該就有 我先合給你 那這種暫時保護令就是你通常保護令 核發下來的時候他就失效了 那如果通常保護令 那個下來就說我不你這個沒有這回事啦 我就沒有核發保護令給你 那這個暫時保護令也失效了 就是有期間比是比較短的 那有罪速件嗎 有罪速件就叫緊急保護令 緊急保護令通常是有譬如說社工或者是警察單位 有人去報案或者說知道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就自己主動去這個跟法院申請 他們那個申請就是被加害的人 他不用講什麼 他們就可以直接去申請 那這種通常都很快 就是可能就是幾個 幾天甚至幾個小時 可能就合發下來了 因為通常會用緊急保護令是 比較可能是我們可以想像 然後可能被打到像豬頭一樣 對啊 然後這種就是滿身是血跑去警區 那如果說我還要慢慢審 那不會有啦 所以我要被打到變豬頭才可以死 也不用啦 確實有危險 他拿刀要攻擊你 那就是很可怕 對 就是已經有即刻的危險 有這種緊急危險 他們就會比較快速的就合發下來給你 那暫時呢 要到什麼地步就要暫時的 暫時 暫時通常是我被害人 自己去申請 我要用書面申請 而且我要在上班時間申請 就是如果你是週末被打 你要等到上班你才可以去提出申請 可是緊急保護令不用 緊急保護令就是你去 隨時他就他就幫你申請了 好 所以緊急保護令是去警察局 警察局就可以了 申請 你去報 其實主要不是申請 是讓警察知道這件事情 然後警察有這個權力去幫你申請 那比較常見的 可能是我去報案的時候 那警察看你這樣 他就會問你說 你要不要先幫你申請保護令 如果你說好 他就幫你走這個流程 我們跟警察要求說 我要緊急保護令 警察就會記嗎 也不一定 警察有時候 還是要看你的狀態 雖然我之前有處理一個案子 他就是一個老伯伯 他就跑去警局說 那個我兒子 我兒子對我家暴 因為他講也講不清楚 他就說 那個警察先生 你要幫我申請保護令 警察先生就說 你什麼都沒有 而且你連講都講不清楚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都講不清楚 我怎麼幫你申請 那件後來就沒有幫他申請 這個跟大家講 我昨天看到一個社會新聞 我覺得那小孩是有夠苦 老爸就有感情了 小孩叫他去買鼓勵的 結果他買錯了 回來竟然叫他跟爸爸 叫爸爸發貴 然後拿棍子來打他 所以這個就算緊急了對不對 這個這個這個有緊急了 結果已經要 即刻就是要打他了 他跑去警局 警察應該就會受理 就會受理 會先幫他申請 那暫時保護令 我們要寫書面 暫時要寫書面 寫書面去給警察局嗎 管局派遇所嗎 暫時那個暫時保護令 或是通常保護令 我們是跟法院申請的 所以我們要寫個申請狀給法院 給法院 給法院 對 通常我們的做法是說 我在申請通常保護令的時候 我就是同時申請 請法官先核發暫時保護令 不然我說我還要同時寫兩份出去 有時候也比較耽誤時間 通常保護令 通常最長是兩年 不過實務上面 如果說有核發通常保護令 通常差不多是一到兩年左右 像小甜甜這個保護令 很有趣 就是法官就給他六個月 對 而且他的內容 最有趣的地方是 內容法官就直接講了 他說你講的跟這個 就是跟事實好像不太一樣 你說你胸口被打 可是你的驗傷單 好像你胸口沒有沒有傷 對啊 所以法官其實是不相信 他講的話 OK 好 來 我們先休息進化告來 今天我們也邀請到索菲亞 那索菲亞這個對於宗教的事物 也比較關心 那你看這件事件的時候 你有什麼感受嗎 當然等一下我們會提到教會問題 那我覺得身為社工 還是要呼籲一下 如果有這些家暴或小朋友 男生也會被家暴 如果這些家暴疑慮的話 你們可以播一一三 那如果是有很緊急的這種像危機生命安全的話 就直接打一一零報警 那像小田家暴專線打一一三 可以打 那我打一三 如果是比方說是語言家暴 精神家暴 也可以打 男生也可以打 那我打了一一三之後 會得到什麼樣的回應 他會先初步瞭解一下 然後到時候看是不是有開案 或是家訪等等的需要 要來家訪 有可能 他會先那個瞭解一下 那個狀況 但是也不要打電話去跟社工聊天 真的好 他一定會有生命線 這個NOW NEWS有這樣報導說 這個他老公有承認家暴 那可是他不瞞太太允諾 本來說要原諒他 那而且撤告 本來允諾要撤告的 可是他說這都假的 那夫妻的信任關係 現在已經崩盤了 然後他出庭的時候 他說前一晚他有設好鬧鐘時間 比方說早上十點要開庭 他可能要按九點對不對 然後我就要去法庭 他說他當天 對不起 他當天睡到下午一點才發現鬧鐘 根本沒響 檢查以後才發現鬧鐘 全部被關掉了 你覺得被關掉是誰 他懷疑是小甜甜所為 那第二次開庭前一晚 小甜甜還拿他的手機去滑 他擔心他會被刪對話 結果仔細檢查發現鬧鐘 又全部被關掉了 還好他提早發現 所以他沒有耽誤到開庭的時間 這也很奇怪 兩個就要去開庭 要修剪 還帶周圍 對 所以我前夫還不錯 那時候還揪我一起去開庭 揪你去開庭 那你也住一起啊 我覺得我們那時候 要談離婚的時候 不是還住在一起嗎 然後他就說黃佑佳 明天下午兩點要出庭 一起去 搭我的車這樣 還睡同一間房嗎 睡同一間房 沒別的房間 我會覺得怪怪的 不是很尷尬嗎 對啊 當然大家都想說尷尬啦 可是我覺得每個人生命力 都是很旺盛的 那你們在房間內還會講話嗎 其實不太講話 因為講就是很容易吵架 而且其實就是像他們這樣 就是很像在疊對疊 在工房 你都怕你做了一件事情 然後是被他拿去放大證據 或者是你什麼樣子 是不是你的證據會不會不見 大家都會這樣子 那你有去動他的鬧鐘嗎 我做人是很坦蕩公平的 就是說我覺得我贏得了你 我根本不需要動手腳 所以如果假設說真的小甜甜 去做了這樣子的手腳表 是說他在內心上 他也對這個臺灣的離婚 他想離婚 我們就看白白 他想離婚 可是他對於這個 是否能夠真的訴訟 判離這個事情 他有疑慮 他並不是那麼有自信的 那當然這是對 因為法官才能決定 誰可以離婚 誰不能離婚 我們都不行 所以每一個 仲裁就這樣 所以我覺得其實是離婚的人 在在得到那個結果之前 大家都是七上八下 都是想離 可是不知道到底可不可以離 那我覺得我們就承擔這樣 然後不要去動對方的東西 同意是你們還沒有保護令 雖然你們住在同一個 我們有 那時候 我有申請對前婆婆的 暫時保護令有下來 但是還是住在同一間房子 對 然後那張暫時保護令 就是被前夫攔截 我也跟他講 我去申請了 我都是直來直往的 然後他就說 那這樣他媽媽如果知道就完蛋 然後所以他就 他要去攔截那封那個暫時保護令 對對對 是 那請教一下法老王就是 有保護令還可以住在一起 而且這個鬧鐘這個事情 如果我真的沒有出庭會怎樣嗎 真的沒有出庭 你就失去陳述意見的機會 就是他可能就隨便亂講 因為法官沒有其他的證據 佐證的時候 他就有可能會踩信他 對啊 那你說保護 那我可不可以證明 我可不可以說 我上次真的拉肚子很嚴重 法官為什麼要相信你 那我可不可以說我的鬧鐘 可能被那個人關掉了 也是沒有證據 其實我之前有個案子是 他那個更誇張是 他們兩個人已經分開了 可是因為地址還是填在老婆那邊 結果那個老婆就跟那個 郵柴先生講說 因為他原本都是貼那個紅袋有沒有 就是去郵局那個招領嘛 那然後他就說 跟郵柴先生講說你這個紅 因為我們常常被拖 你這個紅袋幫我們投到信箱裡面 所以他先生就都沒有看到紅袋 所以後來開庭 他也不知道 他們還故意去申請提前開庭 然後我們這邊是一直到收到保護令 收到那個暫時處分的時候 我們才知道原來他們偷偷去改時間 然後法官因為我們都沒有去 所以就完全踩進對方的話 就會有穿上這種事情 那其實小田田這個還算是還好啦 就是還不算是真的很違法的事情 他只是關掉鬧鐘 而且不一定能證明是小田田 對還不知道是不是他關了 因為搞不好那個鬧鐘品牌 突然都停掉了 我想我會分享一下 我一個社工也有離婚的 那我有一個社工朋友 他離婚我是蠻敬佩他 他提供另外一個觀點 就是說他跟他前夫要離婚的時候 他其實很快就決定 他就是談了幾次 婚姻諮商確定不行了 他就直接淨身出戶 就是房子也不要 車子也不要 然後當然我們都到中年了 會覺得那他的未來怎麼辦 對 那剛一開始可能就先住朋友家 然後他就開始 因為還好我們是社工 就是不會沒有工作 然後租房子開始重建他的生活 我就問他說 可見他已經很討厭 那個人對不對 也沒有 他其實他是不願意離婚的 是有點被離得莫名其妙的 所以 男生不要離婚 不是 是女生不要離婚 是女生 所以我們就覺得很困惑 那女生不要離婚 他什麼都不要 因為他之前的工作 也是在婚報相關的 然後我們有一種工作是要是 會見小孩子會面的那種監護社工 就等於是說陪同社工 陪同社工 就是說兩趟來 約了時間 然後兩趟來看小孩 帶小孩來看 那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大家都要想盡辦法利用小孩 讓對方不開心 故意改時間 故意各種刁難 故意各種理由 什麼之類的 他說有些人拖到六年八年 還在這樣搞 他說我人生已經去了大半 我要重新開始 我不想要為了糾結這個東西 糾結一個不能挽回的東西 然後日子過這麼痛苦 是 他不是大氣 他是為了自己 對方毀了 自己也毀了 好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來 剛剛這個黃醫師要補充 因為聽到這邊 我心情就沉重起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因為我聽到的感覺 就是合併前一段 就是結婚的時候 大家希望這個女生 這個不要拿 那個不要拿 那個婚紗不要穿 那個喜宴不要辦 那個飯店不要 然後離婚的時候 這個女生是怎麼樣 是這個不要拿 那個不要拿 淨身出戶 才能夠斷得這個乾淨 我覺得我們的社會 男生不需要這樣 可是女生需要這樣 我覺得很沉痛 而且會這樣的女生 都大部分是弱勢 大部分是比較沒有錢的 其實為什麼我一直呼籲說 大家不要用錢 來橫斷別人來做決定 是因為小甜甜跟他的老公的case 也是這樣 因為小甜甜是家裡 主要的經濟力 當然如果我們是會允許這個風氣 你是家裡的經濟主力 你就比較大聲 你叫你先生做事 就可以用腳踢他 小甜甜 今天我們其他哪個女生 哪敢說在家 我也沒踢過我前夫 就是說其實你會做這些事情 就是因為你自己的那個底氣 是社會給你錯誤的觀念 你哪能夠因為說你比較有錢 所以你的意見就要聽我 如果這樣我們全臺灣都聽郭台銘就好 可以嗎 不可以 所以其實我覺得婚姻相處 跟生活的相處 就是如果大家都要和諧 像女生 像小甜甜 她是工作 我們在聽的時候 我們就會覺得 對啊 小甜甜 你怎麼可以賺比較多錢 然後你就去提你老公 然後你老公想休息 還不行 還要先聽你的話 去這個投洗衣機 可是我們反過來 在對女生的時候是怎麼樣 如果你要離婚 我就是讓你不開心 好啊 你想要開心 你這個不要拿 那個不要拿 房子不要拿 車子不要拿 所以如果整體切起來看的話 結婚的時候 希望你不要拿一些什麼 有的沒的錢 房子不要登記 離婚的時候 希望你什麼都拋開 孩子拋開 什麼都拋開 我覺得我為這一堆 會錯到這樣子遭遇的女生 我是覺得很痛苦的 是 好 不過最後一點時間 這個索菲亞來講一下 就是說因為最近這個中藥的事件 或者所謂的心靈成長團體 那你覺得有什麼這樣的這個機構 是大家特別小心的 基本上大家會覺得說 就是這個這次教會反應 也會超乎大家的認識 而且其實宗教 因為在臺灣宗教自由 大家基本上對宗教 都是相對尊重 那只是說互相提醒一下 有時候都是案例爆出來 之後才發現 哇 怎麼有這麼誇張的事情 那其實這樣子的 所謂的宗教團體 我們稱作是封閉性的宗教團體 因為他就是封閉性的 所以通常一般人不會知道 裡面人都不會說出來 那什麼樣的狀況 你要小心 就是第一個 如果是教主或所謂的領導人 說他是唯一的真理 他說的才是對的 你不能質疑他 這是一個 然後剛剛講到封閉性 封閉性就是你進去容易 出去很難 你要出去的話 你可能會受到威脅 受到壓力 對對對 而且他在第三個 他在各過程當中 他會盡量切斷你跟外界聯繫 就是你的可能生活 社群工作等等 都也必須仰賴在這個團體當中 然後第四個 就是裡面權力是不流動的 只有上對下 你的 你只能borrow 你只能接受 然後你不能反應 或是反抗 對 那所以然後第五個 就是他在你的各個方面 都有很多的支配 然後在這個支配當中 不是建議 而是說你如果不做 你會害怕 你會覺得生命會有安全 你會覺得神明會不喜歡 你會覺得自己是糟糕的 如果這個團體 讓你有這樣感覺 其實總而言之就是控制 他就是要控制你的時候 在在還沒有療癒 其實你就盡量趕快切開來 我舉一件事情 就是說安倍晉三被暗殺 是 那其實某種程度改變了 世界上的局勢 那安倍晉三為什麼被殺呢 按照兇手說 因為他媽媽呢 信奉了那個宗教以後 把全家的財產都全部都捲 害我連吃飯都沒有 是 那他認為這個宗教 跟這個自民黨有關係 所以他乾脆找安倍晉三下手 他就是意思就是說 我媽媽因為宗教 所以我好像失去了一個媽媽 是 在你的這個案例裡面 據說有 也有這個學生認為 宗教讓他沒有了媽媽 會 就是說 如果當一些家人 太過於沉迷的時候 你就會感覺到說 我的父親或我的母親 看重宗教或看重教主 或是看重他的師兄姐 他的什麼之類 是比自己還重要的 都會有這樣 會有這樣狀況 所以有人因為媽媽很信 因果業障 導致他在學校被霸凌 就是這是前幾天朋友的分享 他就是說他現在還有 他當然努力的走過來 但他過去就要服很多的藥物 然後很痛苦 因為他母親就是四個好人 他就是也是上班 然後在社會上也都OK 只是說他賭性因果等等的 所以當他跟他媽媽說 我在學校被霸凌 然後我在學校遇到什麼事情 然後他就跟他說 那是你的因果 他打你是因為你的因果 你就去念經 抄經這樣子 然後甚至於他 再消上一輩子的業障 然後甚至於他的父親家暴他的時候 他很希望媽媽可以保護他 但是媽媽也是校首方官 覺得那是你的 業障 對 糟糕 我以前做社工的時候 我也遇過那個很虔誠的佛教徒 不願意離婚 在家暴當中 不願意離婚 就說你快被打死 怎麼還不離 他也覺得那是我的業障 我這被讓他打完 下輩子就不會被打 那我就會跟他說 你換個角度想 其實你先生有無名 所以他造成你的 你現在 你如果不切斷這個因果的話 你會 你是讓他繼續造惡業 你這樣對他也不是好事 用這個方式來勸說他 換另外一種生活方式 我剛剛看到那個 說 講到那個年輕人 不是他拿棍子去打他爸爸嗎 叫他爸去買酒就買錯了嗎 穿DECO 影片拍到 然後他就放眼鏡 他也是去滾子 撈他老爸 很恐怖 那你這邊也有碰到說 有人要父母親下跪懺悔的 這個就是以前 我不是在我那公廟嗎 然後我後來就慢慢想要脫離 我後來覺得很不妙 就是裡面就是有人叫自己父母下跪懺悔 然後我想說你們有事嗎 我覺得那個時候我就覺得 就是不玩了 就是你們再跟我說什麼 我絕對不參加了 他要父母懺悔什麼 就是跟神明懺悔 自己做的那個業障 做的錯誤什麼之類的 對 這個讓你決定要離開 對啊 拿香打父母 所以他也是跡身就對了 之類的 對啊 然後我覺得這個太誇張了 這已經是有備於人倫的 這個想都不用想 沒有任何理由可以接受這種事情 是